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在七国集团外长视频会议之后 在华盛顿国务院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发表这番讲话的 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的用词一再直指中共 他还说其他与会国官员都意识到 中共为转移注意力和逃避责任而展开的散布不实信息的运动 中共社团的抗补逅饭肯定制作为作为了强谈的革命 这位人民党的公民党是美国联合协议和国家的经纪 中国共产美国极度制作为了专业的党 artık 我們共产雅共产人们应该优移的威务、循序和公共产 彭梅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继续指责中国政府曾严重隐瞒疫情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 美中两国政府一直围绕 已经成为全球大流行病的新冠病毒疫情 展开外交对攻 美国指责中国政府隐瞒疫情并散布不实信息 而中国政府则表示 中方向美方做了及时通报 并且宣称中国是抗疫的国际楷模 本月早些时候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推特上公开指称 可能是美军把病毒带到武汉 这一言论引起了美国的愤怒 近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试图与赵立坚的言论拉开距离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 在推特上对崔天凯的评论表示欢迎 他说挽救生命比挽救面子更重要 赵立坚本人在3月24日凌晨发推 突然改变画风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国际合作共同抗疫 蓬佩奥表示各国必须弄清楚 来自中共的虚假宣传 但眼下的重点不是指责 而是抗击疫情 但是我说过了 今天不是日子的日子 不够的日子和控制 我们必须要明显得 彭埩奥接着说 在设法让每个经济体重新站稳 脚跟之后会有适当的时候 让世界来对所发生的事情评估责任 美国之音电视报导 感谢观看